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很興奮 有什麼興奮? 有新玩具 唉,很生氣 為什麼? 為什麼你又有新玩具,為什麼我沒有? 不要緊啦,這本新玩具 我又有空玩一下 你又有空玩一下 我怎樣有空玩一下? 想問一下 有空借我,新玩具玩一下 我又有得玩,你又有得玩 大家都有得玩 不公平啊 不要這樣啦 我把舊的舊給你用就行了 要這麼多舊要做什麼? 要做什麼? 沒錯 今天期待已久 要開的東西,都很重的 很大份,很重夏天 沒錯,今天要開箱的主角是什麼? 就是華碩的Striktelios 沒錯啦,超大部 你的東西越來越大份 真的有點情何以堪 然後就情不自禁 對,當然有點情不自禁 你發現了我想說什麼 我真的第一次看到這麼大部的主機 對,我想說 現在這個箱的高度 已經跟我的飯桌是同一個高度 對,真的很恐怖 是並排了 我們馬上打開來看看裡面是什麼情況 可以嗎? 拉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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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帶是讓你拿起來的時候 可以借力啊 這條帶真的很有型的 這條帶裡面寫著ROG的全名 Republic of Gamma 雖然這條帶真的很漂亮 但我們為了讓大家看裡面的東西看得更清楚 我們選擇先拔掉它 之後再幫它綁起來 扯呀 你看到啦 開機鍵就在這裡啦 開機鍵下面已經有Type-C 喔,Type-C喔 對,對我來說是很吸引的 因為現在大部份的Android電話 都要Type-C去充電 就算你說不說電話了 我說我的OSMO、GoPro 全部都用Type-C的 現在這部電腦就已經直接幫它們插電了 而且可以直接插完過夜 沒錯,超好 在這部電腦的Type-C線附近 都有4個USB 3.1的插頭 嗯,OK喔 真的很方便 因為對於我們很多時候要做完片 要過片 對我來說很方便 嗯 左下角有一個LED鍵 它都有3個Mode 對喔 我看到有MB、Color 還有什麼叫Mode 應該要你一會兒試一下 究竟它們有什麼不同 沒錯啦 會不會是一些彩燈RGB呢 嘩,最想要的啦 右下角有一個風扇 要控制機裡面的風扇的強度 嗯 現在暫時看到有弱和強勁的 然後看到這裡有一塊板可以推開它 現在它上面就安裝了3個散熱風扇 是Color Master 對,就這樣看 這個應該是Color Master的水冷風扇 嗯 對 所以... 我看到線都收拾得很好 我應該不會很擔心它的散熱問題 嗯 然後就可以這樣拆開它 去 去 我想說這個已經是我有生以來 最巨型的一個機箱 還有應該是最貴的一個機箱 沒錯,因為我經常都覺得 機箱不應該花這麼多錢 但這一款真的看起來很好玩 沒錯,還有大機箱也有一個好處 第二 沒錯,為什麼這麼聰明呢? I'm so smart 還有它這個外形真的沒得輸的 然後還有前面有塊板 那塊板就有一個華實的Logo 還有下面也有一些圖案 我覺得它是會有燈 然後我就這樣看後面已經很開心 好厲害啊 很開心為什麼呢? 先看到後面已經有6個USB 3.0的頭 然後還有3個USB 3.1的頭 3.1是不是會比較快? 沒錯,3.1是比3.0更快的 但這些東西不支援3.1也是另一回事 哦,OK 還有也有多一個Type-C的頭 我真的超開心的 為什麼呢? 大家知道我們平時開直播、電話拍片 都會插很多USB的 對,麥克風、Mixer、Keyboard 然後有可能是Elgato直播的東西 一大堆可能又不知道什麼USB 其實已經數一下數一下 已經用了6-7個USB了 所以搞得我經常都要買一個USB的擴充器 我已經在用了 沒錯 所以我現在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因為你後面有很多都可以插 很高興啊 這個機箱左右兩邊都是玻璃面 其實我一直都很想要玻璃面的機箱 但我自己一直都很害怕 它會爆破你 因為我是一個很不小心的人 要好好愛惜它 沒錯 沒錯 現在就要帶大家進去參觀一下 什麼環境 開機箱超級簡單 旁邊有一個按鈕 如果我想開這邊的玻璃板的話 按一按就已經鬆開了 超方便 然後拿起來 小心點 好幸好我們有張地毯 哇 我就這樣看 這個就是我們這次的主角 對我來說都是一直都不捨得買的東西 介紹一下吧 這張應該是華式的RTX 2080的O8G Gaming Display Card 我現在的電腦在用1080 嘩 那就雙倍吧 某程度還未到達雙倍 但已經升級了很多很多 即是換了一個新代 都已經很好了 對很好 而且2080也很貴 其實就好了 有2080 你都用了1080 真的不是很差的 接著這個就是CPU的散熱 調管應該是把水冷 而且你看到線是收拾得很好 很開心 如果我自己收拾 應該是霸露風球的情況 是超級整齊 整齊到不得了 現在是16GB的DDR42333 不是啊,是2666才是真的 嗯 對,但到我來說還差一點 如果一般的用家 即是你不會剪片 又不會開台的話 16GB RAM是一定夠用的 但因為我們要用剪片 又要直播的話 你自然就想RAM數是比較多的 所以我之後都會將它16GB RAM升級到32GB RAM 接著把SSD就躲在這裡了 但就不知道它有多少G 現在不如開機看看它什麼東西 偉大的開機儀式正式開始 哇 真的有燈的 這塊板的圖案和Logo都是RGB來的 很棒啊 很開心啊 是RGB的風扇 對啊,阿軟啊 好開心啊 救命啊,拿命啊 搞不定 連張2080也是RGB來的 喂呀,好過份啊 所以當你一玩到透明玻璃機箱的話 就一定要玩RGB 我覺得這是一個定律 好漂亮,超棒 大家看到現在開機是很漂亮的 但我剛剛都發現了 這塊底板都是不說得笑的東西 這塊底板就是華碩的Maximus XI Formula Z390 這塊Z390也是之前Z370的進階型號 Z390和Z370的規格雖然很相似 兩者都是支援超頻 但Z390這塊底板呢 它本身就已經加入了很多USB 3.1的插頭 而且Z390最大的特點之一 就是它已經內設了有藍牙接收信號 Z5.0 以及WiFi信號Wireless 802.11ac 我最開心看到這塊底板是可以安裝兩個M.2的SSD 所以當這台電腦用力不夠用的時候 我就會馬上買好第二塊的M.2的SSD裝進去 大家都知道現在SSD的價錢都越來越便宜了 所以不買都真的幾時抵 所以我也有空兜著黃金 塞多一張SSD遊戲 那我現在1080了 跳上2080 最大的得著是什麼呢 其實1080有很多遊戲 你開到4K的話 其實真的不太容易 但相對來說 1080就容易很多 而且真的厲害很多 所以如果一直很追求這個遊戲畫面的人 當你知道你沒有電腦是可以推上去4K 還可以將遊戲開到最準之餘 解像到4K的時候 你都會到時忍不住 一定會將螢幕轉到4K螢幕 機錢飛走了 對,真的間接令我花多一筆錢 不給呀 而且我也相信 如果你不是一個經常追求換電腦硬件的人 現在這部電腦的規格是i7-9700K 再加上2080的O8G的顯示卡 哇 應該兩三年之內不用換機 都可以玩下去 到最後 就算我剛才說 這部電腦怎麼厲害 怎麼快 都是沒用的 所以我們馬上下載PATCHI試一試 這部電腦的電腦 雖然這部電腦的影片純粹拿了PATCHI來測試 但大家都看到畫面真的超級流暢 很多時候我們打電腦就有一個小小的要求 就是不要拿電腦 這部電腦已經完全滿足了我所有的要求 如果今次的影片有什麼說得不好 或者有什麼遺漏的話 就歡迎下面來告訴我 以及關於這部電腦的所有資訊 這個影片下面簡介會有所有資料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 有什麼想法就記得下面留言說 還有最重要是訂閱我 今天這條影片都拍到那麼多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